正当特区政府全力振兴经济 作为香港航运业龙头的国泰航空 在过去两个月却发生消失的航班事件 经常性临时取消多班航机 令旅客大失预算 远升再度 更加引起特区政府的关注 特首李家超和运输及物楼局局长 林世雄齐声呼吁 国泰需尽快解决 应对农历新年的出行高峰 陈恒彬向兼杂志否释过中的原因 他认为国泰客运力仍未完全恢复 加上管理层无意识到实际的旅客量 导致大失预算甚至爆煲 从商业策划上考虑确实是一种失误 如果你根本人手不够 你应该早点告诉乘客 让乘客及早做好预备 所以整件事我们见到 对城下影响 对香港形象受损 也对航空公司多年累积来的相遇 有一定影响 而罗长国更加形容 目前国泰就如十个瓶 准得九个盖 既然人手不足 就不要开那么多班次 管理层在人手偏排下出现偏差 另外代表国泰航空机司的 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 也发表声明 指疫情期间国泰大幅裁员 才导致今次的结果 就此兼杂志向国泰查询时 对方就回复 已经吸取宝贵的经验 并作出相应的改善 几日后国泰航空行政总裁 林兆波也公开向公众致歉 至于如何重建大众的信心 陈恒彬就建议 他和其他航空公司一起去商讨 是不是可以在短期里面 有一些机器互相联营 用联营的方法先做 我们国航、南航等等 都是有很多联盟的机器 若果在他未有足够的人数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和联盟的机器 一起合组 这些线 先飞着 之后 有人手了 再慢慢转化做国泰 中期的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请人 长期的 他整个运力要有个 市价表路线图出来才行 我都知道香港航空学员 一直在培训本地的机师 到现在 开始逐步有些机长 开始毕业出来 这个都是好的现象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的培训 有加大力度 比如在内地等等的地方 输入一些有经验的机师 其实都可以彌補那步骤 而罗祥国就预计 未来十年航空业会出现人首方 国泰应该考虑财政情况 优化平用条件争人才 第二